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 比你想得更直白现实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 让人心碎,但是又让人着迷 这是莫文蔚的一首歌 爱情呢,就是有各种情绪的展现 这些情绪的极大化呢 也让一个人在爱情里面逐渐变得成熟 也是遇过一些伤心事,遇过一些错的人 才能够在感情这条路上呢 慢慢地更摸透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 然后你自己适合怎么样的爱 所以今天来聊聊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 首先第一个就是 好的关系 两个人要常怀感恩心 因为爱情呢,不是牺牲奉献做公益 世界上有很多人呢 就是你想说 爱情不就是一定要完全地牺牲跟奉献吗 但是我跟你说,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真心 然后会不计代价对你好 会愿意牺牲奉献为你的人 很可能真的只有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做得到 而且也不一定哦 但是绝大多数真的是只有你父母做得到这一点 对于情人的爱跟付出呢 真的是要常怀感谢之心 因为呢,那是一个对一个人最基本的尊重跟回馈 他花他的真心来爱你呢 他付出他的真心跟真意 那如果你连感谢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你都有点这么简单 不用任何花费任何你一毛钱 这样也不需要花费你太多力气的一句话 你都没有办法做到 那你还跟我谈说 哦,你可能还会对他有多好 我也不太相信 所以这就是第一点 好的关系 两个人要常怀感恩心 因为爱不是牺牲奉献 做公益而已 就是还是要有点付出 那个付出最基本 最无价的 就是感谢儿子 接下来第二个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呢 就是二 成就一段爱情呢 不是激情就可以 而是双方愿意珍惜彼此的那一份耐心 你在爱情里之所以愿意去忍受 对方的那个小脾气啊 傲娇啊 任性啊 或是一些性格上的缺失 甚至他人生就是有点不完美的缺陷 恋情之初呢 你可能会寄予 啊就热烈啊 荷尔蒙使然 你想说 就忍耐一下 但是你知道 长期交往下去 最丑陋的那一面就慢慢浮上台面 这个时候呢 你就真的得靠内心的那一份爱 才能够甘心 让你去容忍 让你去磨合 而不会你知道 内心自己抱有不平之声 所以呢 这是第二点 成熟大人抱持了怎么样的体悟 就是 想要成就一段爱情 真的不是靠激情可以长久的 而是要双方愿意为了彼此 去多一点耐心 再第三个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呢 就是三 爱情必须是 是均力敌的平衡 如果有一方 爱的太多 给的太多 便会失衡倾斜 谈恋爱呢 如果能够全身投入 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倘若其中一方 爱的比较多 付出的比较多 给的比较重 的那一方呢 其实难免就会掉入 患得患失 然后就会焦虑说 我的这一份付出 到底会不会得到回馈 刚开始你可能不会想这么多 但是你知道付出了 一年两年之后 你的内心难免还是会去 质疑一下说 对方到底 是不是有跟你一样 对等的爱他 所以呢 那个感情就容易失衡跟崩塌 这一点呢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奋不顾身 去爱一个人 当你年纪见证 经历过几次的爱情之后 你就会慢慢知道说 你要去拿捏那个爱的比例 有时候你不能够 把自己全部放到对方身上 因为会造成对方的压力 之余是 你不够爱自己 在感情里面 就会慢慢的失去自己 而这就是第三点 爱情必须视均力敌的平衡 如果一方爱的太多 给了太多 便会倾斜崩塌 接下来第四个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呢 就是四 没有共识跟承诺的爱情 说穿的只是一个空壳的关系 一争吵 我想一碰 就碎掉了 部分的人啊 现代人就是会怀抱一种 爱情的观念 觉得说 承诺无用论 我今天有聊过这件事情 就是总认为 谈恋爱 就是你知道 就是承诺这件事情很愚蠢啊 很幼稚 很肤浅 都几岁人了 承诺呢 可以你知道 有用的话 那干嘛结婚 还那么多人离婚呢 对不对 那讲好交往又如何 不爱就是不爱啊 但是我必须说 在一段关系里面 如果没有承诺 作为一个基本的基础的话呢 那终究是不稳固的 因为随便一个猜测 一个怀疑 一个争吵 如果你两个都没有讲好 一个承诺的关系 他转头就可以走了 你也转头就觉得说 反正我们两个也没有 任何的羁绊 两个连 我们两个是 我是你对方的谁 都不知道 那个关系 说破就破 说碎就碎 所以呢 连基本的承诺 这件事情 如果对方都不愿意给你 说实在的 你还相信到 他要给你幸福吗 你还相信 他可以给你什么东西吗 有时候你知道 承诺这件事情 虽然看起来很没有价值 但是反过来说 他还愿意给你承诺 这件事情相对的 就变得显得 格外的珍贵 因为 当这个世界上 现在讲求 所谓的承诺无用论的时候 当一个人 他还是很old fashion 他还是觉得说 我因为爱你 所以我愿意给你这个 感觉 大家都不在乎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很在乎 那我也希望 你可以感受到 我这份在乎 那是一个很感人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第四个 没有共识的承诺的爱情 只是一个空壳的关系 一争吵 一碰几碎 接下来第五个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 就是五 哪个爱情不是利益交换 我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给不了 那这段关系就是不成 当你走过 就是那种初恋那种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这样就够了 仿佛这个世界上 就是所谓的两小无闲猜 就世界上就是最珍贵 最纯粹 就是在你的初恋 那你初了社会 或经历过几场爱情之后 成年人的爱情 就变得极为现实跟实际 再也单纯不起来 哪怕再喜欢一个人 再爱一个人 如果你要的东西 他给不起 或是他要的东西 你无法给 那这样的这段爱情 终究长久不了 无法成气候 这一点大家成年人之后 就慢慢地意识到这一点 哪怕再爱一个人 如果你们要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你要的东西 跟他要的东西 不一样的话 那你可能也会 宁愿快刀斩乱嘛 赶快地结束 这段无缘的感情 这是第五点 接下来第六个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呢 就是六 永远不要去等一个 不那么爱你的人 因为结局终究是一场 自虐跟蹉跎 那你付出了再多真心诚意 也无法去吸引一个 不喜欢你的人 哪怕你献上你人生的所有 也无法让一个 不爱你的人变得爱你 永远不要去妄想说 一个没有心在你身上的人 突然变有心了 不要去期盼一个 不爱你的人 突然间他就会 突然爱上你了 因为那种期盼 终究只是自己 给自己的脑补 这种多想 真的是不必要的 你的这些想象呢 它永远不可能 真实地在生活中出现 所以呢 这是第六点 永远不要去等一个 不那么爱你的人 因为终究这个结局 只是在自虐跟蹉跎而已 接下来第七个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呢 就是七 分手了就别藕断丝连 还要去低头挽回 因为那只会让你爱 显得很廉价 让你这个人 非常的掉价 他如果有心要走 你就不要再挽留了 如果他对你 没有那一份心 那就不要委屈地去求爱 分手后的挽回 真的是换不回爱情 也挽不回对方 所以呢 与其你就是已经说好分手 你还在那边想说 他是不是还有可能被我挽回 他是不是还会回头 他是不是那么样的 就是还爱着我 如果你在分手后 你还这样子勾勾底 的话呢 你反而在他心里面会非常的掉价之外 他还会觉得说 你看我分手是对的 你就是 你看我现在分手的时候 你就非我不可啊 你就是生活中不能没有我 你现在来求我了吧 你自己的姿态不是白很高 他反而会觉得 他这个分手是对的 因为你的藕断丝连 因为你的想要挽回 尤其是你在当下就挽回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看了很多故事 或者看了很多小说或电影 会觉得说很多的那种情人 不是就是你知道 原来你就在那个灯火阑身处 或是原本分开了 后来才叫说 啊原来那个故人才是那个对的人 所以大家都很迷恋说 啊有一天他可能会回头啊 他会发现我的好啊 但是说真的 真的 当下你去做任何的挽回 他都不可能在那一煞那爱上你的 你即便是你想挽回 也需要给对方一个时间去做沉淀 让双方有所改变跟成熟 才有机会去磨掉双方那些锐脚 然后才能够真的 找到对方的那个相处的频率 才能够洗手继续走下去 所以这是第七点 分手后真的不要偶断丝连 低头想要挽回 因为那会让你的爱 显得非常的廉价 现在第八个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呢 就是八 不用去揣测他是否爱你 如果你真心开始发觉他不爱你 或是你觉得他不爱你 不要怀疑 他就是不爱 在爱情里面呢 感受往往是非常精准的 爱与不爱的直觉 往往就是个警讯 当你明显地意识到 对方对你的爱已经就要消散了 然后也没那么 就是没有像以前这么的爱的时候 你就是与其在那边揣着你自己的心 然后猜着他的意 自己在次我催眠说 我觉得他还生害着我吧 你看他以前爱的我爱的要死 或者他还是有些作为会理我啊 还是会回我宣泄啊 还是会约我出去啊 但是他态度很明显 就是非常冷漠 或是就是对你的那个好感度 你明显知道说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我要告诉你 感觉是骗不了人的 你接收不到他释放的爱 那表示往往 那就是真的没有爱的存在 所以真的不要再去怀疑 成熟大人就很会判别这件事情 不会再去做任何的 那自我催眠或是冤传 那这就是第八点 不要去揣测他是否爱你 如果此刻你感受不到他对你的爱 那就是他不爱你 好 接下来第九点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呢 就是九 没有谁非谁不可的道理 只有下一个人还没出现而已 我还有押韵 那每次的别离都是一种私心裂肺 每个分手都让人家觉得 我没有办法再爱了 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再谈恋爱 每次分手就会有这种心态出现 但是你只要失恋过人 就是几次之后 你就会明白到一件事情 时间终究会抚平这一切了 在爱的人有一天也会走远 你本来在在意的关系 有一天你还会慢慢的忘记 分手的痛或许它会深藏在你心里 永远记得 那你就是有一天终究会学会 怎么样跟它适应 跟它共存 倘若你这些痛 你觉得说这辈子永远会治不去 我跟你说 只要有那个对的人出现 你就会一秒的理解到 真的没有谁非谁不可 没有谁非谁就不能活 没有他你就没有办法活 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个第九点 没有谁非谁不可的道理 只是下一个人还没有出现而已 加第十个关于说 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呢 就是使每一个爱过的人 其实我们都要心存感激 每个伤过我的人 都慢走不送 对于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呢 如果他没有认真的付出过 有爱过你的人 那我觉得大家都要怀抱个感恩之心 因为他创造了很好的回忆 哪怕没有办法走一生 但至少在那个人生的青春阶段 双方就是拥有过那个最真心的感觉 那就够了 但相反的 如果那个人是刻意要伤害你 或是错待你的话 那我觉得就真的不用把他往心里去 也不要让他对待你的那一份 你知道错误的对待 或是所谓的感情 就是去定义你的价值 不要让他去贬低你这个人的人格 或是贬低你这个人的感情观 去影响你未来的谈恋爱的种种 只要轻轻在内心里面 跟这个人说声拜拜 然后请他尽快地离开你的 你知道心房 这就是第十点 成熟大人就会意识到说 对于每个爱过我的人 我都心存感谢 对于那些伤过我的人 请慢走不送 好啦今天就分享了十点 关于说成熟大人的爱情体悟 真的有时候要被伤过 然后晕喘到吐 你才能够懂这些道理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不管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如果此刻的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都欢迎去按赞留言 那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 也欢迎去留下五星的评价 谢谢你的意见 我都去看哦 好啦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